大家好,我们继续分享圣经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四节 初孝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月节的宴席,要么在哪里给你准备 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父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收月节 门徒顺着耶稣所吩咐的,就预备了月节的宴席 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做起正吃的时候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要卖我了 他们就甚有手一个一个地,问他说,主是我吗? 耶稣为他说,通我站住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出卖我 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 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 那耶稣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 那么,初孝节啊,还有月节,实际上呢,是一样,既要初孝,还有月月嘛 这个从字面上,大家就都知道是怎么一个事 初孝就是去,为,月,存真追求真理 那么,超越自我,摆脱自私,那么都有这种含义 为什么举行任何节日呢?古今中外都一样 用这种一种节日的外在形式,大家坐在一起 进行庆贺,庆贺什么就是吃饭嘛 吃吃喝喝,比较放松 大家分享各自对这个宇宙人生 真理真相的认知感悟,周围发现不管什么呀 分享信息,就是相互扶持 大家拉近感情的时刻嘛 那么,借用这种时候来帮助发现自己的良心良知 使自己能够不忘皮一张人皮 拥有一个人心的肉身 成功的做成人,最好是做一个完整人 完成做人的使命 那么,不管是多少啊,积累下来 给子孙留点什么东西嘛 人类就是这样相互扶持 最终认识到真理真相,完成做人的使命的 如果你能在人类认识真真量当中 做出一些正确的认知贡献 好多贡献就是正确的认知 丰富 大家人类对真理真相认知 那你肯定以后 就是叫功德一见 那当然了,这以后在宇宙人生 统一论子跟大家讲究分享 那么在这里呢 那么第一天,估计要过几天 我也没有去考究,也没有必要去考究 这都是祖宗嘛 通过这种形式 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了 那么既然要吃这个东西 吃这个 吃吃喝喝嘛 那么在这个期间要分享 感知感悟 那中国叫留下会嘛 其实也是吃吃饭喝喝茶喝喝酒 那么到哪去呢 耶稣也知道 有些人呢 跟他那个 那这是人比较多 当然耶稣也不会白吃白喝 他出去就 这个给人家去讲 天国的福音讲道理 是配得别人供养奉献的嘛 那么当然自己 他们肯定也有自己的银两 据说犹大就是管银子的 财政部长 或者管财政的 那么就要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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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嘛 那最少是12个门徒 还有其他的人 那么借这个机会 大家吃的过程当中的 继续分享天国的福音 讲真理真相 那么 尽管日子快到了 但是还不到嘛 还要继续做 做到最后 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嘛 那么 到一个人家去 管他谁家 找一家人家 比较 宽敞 能容得下这些人 咱借这个机会 再讲讲道理 那么门徒们就去安排了 有大估计就借这种机会呢 那么 就见了几次长啊 或者什么 因为他是属于 财政部长 或者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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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FO啊 就是说 把财政的 出去采购 都是他的事 对外言结束比较广 耶稣呢 也会从诸斯马迹当中 意识到自己的危险 因为他 任何一个人啊 明白了真理 明白了道理 那么 确实也就是呢 开了天眼 开了慧眼 开了神眼 开了法眼 开了法眼 开了天眼 开了什么什么 什么仙眼啊 都无所谓 这些人人做到那个 那当然都明白 真理真相 就是实实在在那呢 真理也就是 能够印证一切的嘛 所以一个人 懂道理的 还没成啊 死亡的 都已经 神人合一 明星艳星啊 天人合一了 那这些东西 都是很正常的 当然我们回家 肯定是 不管是我们 沉与没沉 你这个物质红尘 都会明白道理 但是到那个时候 就晚了 这是后谎 那么 就在到晚上 吃宴席的时候呢 耶稣就跟大家 讲了 有人要出卖我了 让犹大出去 这两天 银子包可能鼓起来了 多了三十块钱嘛 那时候 因为耶稣是领着门徒 到处去走 那么 这种 事情藏也藏不住 那么耶稣说 也说是懂道理之人 蛛丝马地 一刻所有信息 都掩盖不住的 人家都有关联的嘛 那么就 讲了这个事情 实际上呢 就想 在公开的场合 讲出这件话 希望 那么要出卖耶稣的人呢 有个警醒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出卖没关系 因为耶稣 你把我的命要了也无所谓 但是你要认识到这是错的 如果你能认识到 把我出卖了 要了我的命是错的 而是进行悔改 那我 现出生命也是值得的嘛 也能够 让一个人悔改 也都是值得的 尤其像耶稣这种 神人和一的人 见了天父的人 那这种境界肯定是有 实际上 他讲出这个东西 就是想 从善意的去提醒 至于 他的门徒就甚忧愁 一个一个的 一个一个的 其实呢 就什么意思 每个人都就问了 主 是我吗 主 就是说 动道理的人呢 就是说 你也可以是耶稣的真理 你反正 说主 当然 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 人人都是主 人人都是神 你人家成 真正的神人和一的人 当然是主了 我们也可以是主 但是我们还没有嘛 所以就不能成为主 那么 是我吗 耶稣就回答 通过战盘子里的 就是要他要出面 那么 这说明什么东西 那么战卫战盘子呢 这我们无从考究 也没有必要去考究 其实耶稣就通过 这么一个事嘛 就把这个事情呢 不是那么直截了当的 去讲出去 本身就是想善意的提醒嘛 所以也没有指出来了 意思 大家不要去 去追究这件事情了 啊 那么 谁做的 谁就要 你要悔改的嘛 那么 战盘子里头 战手在盘子里头的 大家实际上都战手 在神盘子里头 拿那个东西 实际上耶稣也借这个机会呢 就是把这个事情给 不是 不讲实话 二是说不讲 那讲出来 就就是谁 谁做的 谁知道嘛 那么 耶稣又讲了一句话 人子必要去世 啊 政治经常说 只是他说写的 但卖人子人有祸了 那人不是 正在身上都好 人子就是指 在天为父 在地为责啊 那么 任何一个 有人匹 断开相续 人形肉身 断开相续的人 都可以叫人子 在这个地方 用我们今天的话 说人都要去死 人必 要去世嘛 这是人 谁不死呢 人都是要死的 那经上 这是他写的 经上也是什么 老祖宗也是传下来的 人人都要死 经上都是说的 人谁又不死的 神经上我们今天 没写在经上 没写在哪里 但是大家都知道 谁不死呢 人都要死 所以人一定要死的 但是卖人子的人 有祸了 就是说出卖人 的人有祸了 那么我们人跟人 之间相处 你有没有出卖的行为呢 那么耶稣在前面 说有人出卖 我最想提醒大家 不能去出卖 什么叫出卖呢 这个卖呢 在这含义很广 我们在这简单的提一下 要讲以后我们 仔细的去讲 人跟人之间的 一些关系的时候 去分享啊 就给卖什么 卖就是知道 别人一些信息 进行 这个 为了自己 在一己之私 获得物质利益 而去篡改 删减 当做一种资源 满足自己的自私 叫做卖嘛 你比如说别人的隐私 我们 说几时吧 就是说有些时候 做的事是不光彩的 光彩的事 不怕别人告诉 所谓卖 出卖就是什么 把实情告诉出去 说白了就这么个事 但是我们现在认识到的 就是说把别人 不光彩的事 拿出去 告诉别人 以此来要挟 或者怎么个事 换取自己的物质利益 叫做出卖 这是一个大概的说法 就是说是这么一层关系 那么 我们做的不光彩的事 那按道理一样 你去出卖是应该的呀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过程 你比如说在孔子的论语里都在讲嘛 有人问孔子说 这个 我们这有人啊 孩子他爹偷了驴 他就告诉他 在上边说 驴是我爹偷的 说你看这个人做的好吧 那么孔子说 这哎呀不好 但是孔子呢 也没说不好 用另外一个事来把这个 做的不好 就讲出来 什么呢 就说我们这个孩子 爹偷了驴 他不是去去去去举报啊 说说我爹偷了驴 他要干什么呢 我说告诉自己 爹 你错了 那能偷人家驴这种事 那不是咱的驴 剩下驴偷了 人家不着急啊 咱怎么能偷人家驴呢 可能我们需要一个驴 我们通过劳动 去换嘛 去买嘛 所以那么就帮助爹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完了把驴还回去 说你看我们这个 到底是谁 哪一种境界高呢 实际上就这么一个道理 人做了不光彩的事 你不能说用 这种不光彩的事 作为要挟的条件 或者什么信息啊 作为有价值的东西 就变卖成物质啊 为自己谋好处 这叫出卖 那么当然出卖的 各种各样的事多啊 各种情况也多 就像说什么叫平等一样 不是那么简单 一句话两句话 能够讲清楚的 那么在这里头呢 在这里呢 我们也就说啊 简单的就这么认为 实际上耶稣 也没有什么可出卖的 耶稣也不怕去卖 我讲的都是这 你卖多得更好啊 讲的都是福音啊 你出去卖去吧 对不对 那还是反而是功德一见 但是呢 在这个地方出卖是指什么 就是拿着编造的事实 去换取自己的物质利益 从物种程度上讲 在这就指着是 作假见证啊 那么 说人跟人之间这种行为 做假认证的行为 颠造事实的行为 就是撒谎嘛 不真实嘛 应该说是就是不是 就是不是 再多说就是人的邪恶的嘛 那么就做 通常那种做一个人 那你就是 不是卖人的人啊 卖人子的人啊 那么人跟之间 相互欺骗 干什么 这都属于一种出卖的行为 那么这种人有关 他不如不来到这个世界上 尤其出卖诬陷啊 亵渎 像耶稣这样 懂得天国的福音 懂道理 跟大家去 为了大家去 从物种上就拯救大家的人 你还去诬陷他 从物种上就亵渎圣经的 必不得赦 不能是在外面 爱苦 爱吃什么 爱苦切齿了 那么实际上 耶稣就在这 就是告诉大家 人啊 人道不生在世上 实际上 耶稣知道是谁 也知道谁做了 那么这个事情呢 就通过这种公开的讲话 就这 叫尤大呢 就反省悔改 谁出卖他的人 悔改 那么同时又讲了一个道理 人在 人都要去死 但是呢 死 有的人死的呢 怎么说呢 亏欠少 有的人亏欠多 那么至于像出卖这种 有这样行为的人 出卖别人的人 那么 就有祸了 那必不得赦 尤其像出卖耶稣这样的人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说 这个 人的这个 一些行为啊 就像我打个比方说 那些 这个 间谍行为 有的人爱国间谍 间谍说白了 人去做间谍 是很可怜的 为什么 他做间谍 做间谍 就是说和做 不一样的 就是说啊 尽管有的人 自己自我安慰 说白了 自己情人 我为了 中国 为了我们民族 为了某个 那都是自私的 都是很可怜的 去 去偷取别人的情报 你这不就是间谍吗 伪装成善人 这都很可怜的 这种人 说几书啊 对自己 所从事的 干的事情 对自己都不忠心 就是不是爱 神 爱 真心真意 真情的去爱 爱这个 维护真理 这个真相 所以呢 实际上生活当中 我 因为这个事 是我偶然想到了 这么一个事 就是一些做间谍的 就是以前 还说那不叫间谍 间谍好 那我们情报人员 为党国立功 为这个国家立功 为这个民族立功 好之的 实际上到了最后 你像和平了 这些人都已经 抱住出来 回来应该觉得 要享福了 结果那都不得到信任 因为这种人的人格 就是扭曲的 是逻辑是混乱的 看起来好像叫人一忽悠 同众说呢 这种人都属于 基督自私 或者自私 或者基督自私的人 觉得自己还做得很光彩 这军官 我敌人的情报 我掩盖的 那不管是敌人 还是什么 都是人 有多大的仇 有些东西 就是大家相互去 根本就不应该 有这点你的利益 我的利益之间 这点充足 你再去参与当中 去造物假欺骗 救贺 就这都属于 卖人子的人 那么这都有货了 在这就是多分享一些 忽然想到这么一个案例 其实有好多 多少间谍 都不得好死 都没有往下场的 不管是东方 西方 古今 中国 所有这些东西 永远都得不到信任 因为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 这种人 你就信任 那又等于 你知道他是真的 那家人 假的 人心 人家都说嘛 我们是不可读的 在这点道理 都在我们生活当中 但是就看我们 愿不愿意去追求真理了 那么 卖耶稣的犹大就问他说 问耶稣 就说拉比是我吗 就说啊 父子 真的拉比也是基督 也是圣人 也是贤知 也是什么 那么 是我吗 耶稣说 你说的是 那么当然这点话 也是只有这两个人能听明白了 因为十二个门徒 还有其他门徒在旁边 吃着月节 这个这个 愁孝节的这个宴祺 大家 讨论干什么 尤其是耶稣说 大家都在追求真理 听 某种程度上就说耶稣不是把这件事情去公开 让他去斥责这个 这个犹大 那希望给犹大一个机会 人马都有迷失的时候 没什么大不了 现在你看耶稣 你 那 准备把我的命 卖给被定了 定十字架 这也不是不可原谅的 只要你能悔改 那耶稣也可以得安慰 那么这里头呢 信息量也确实很大 展开了讨论 展开了思想 展开就分享 那么都 很多的信息在里头 我们也可以 讲的很多 但是呢 我们主要是想跟大家 分享耶稣的 福音 天国的真理真相 那么好 这一节呢 就跟大家啰嗦到这 谢谢大家